2019年,在推特上出现了一个自身来自2058年的胃癌人 他先后预言中了东京奥运会的开幕日期 日本在东京奥运会获得的金牌数目 被人称为命中率最高的胃癌人 那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为什么他的命中率这么高呢? 真的有胃癌人吗? 这些咱们后面都会慢慢地分析 我也会说说我个人对胃癌人的看法 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这个神奇的日本2058胃癌人 郭芬林 2019年,推特上出现了一个日本网友 他说他是来自2058年的胃癌人 他自己是出生在2034年,也就是10年之后 从2034年到2058年,就过了24年 也就是说他是在24岁的时候穿越了 回到了他出生之前的2019年 在2058年的时候呢 他是东京一所国立大学工程系的研究生 专业是学建筑学 在朋友的帮助下利用时光机穿越回来 那么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还贷款 他是开发这个时光机的团队成员之一 之前团队研发这个时光机的时候呢 应该是找了什么天使投资人吧 他现在是来还钱的 原来未来的钱是可以通过时光机传送的呀 而且到现在还能用 但是呢,他也不是唯一一个胃癌人 还有一个2056 这个2056呢,才是第一个时间旅行者 不过他失踪了 可能是时光机出问题了吧 那这个2058出现在推特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留下痕迹 留下穿越的痕迹 在推特上呢,他会从2019年的12月8号 活跃到2020年的9月29号 那实际上呢,他是活跃到了2021年的9月28号才离开的 那最后一条推文呢,也是停留在2021年的9月28号 那这个推特的账号呢,目前还在 推文也都在 也有45万粉丝 大家都可以去观光浏览一下 这是WRN的遗迹啊 呃,WRN的遗址吧 他的这些推文呢,主要分成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预言 第二部分呢,就是回答网友问题 咱们先说说预言的部分 在2019年他就发布了几条预言 关于2020年和2021年的 当然这些预言在当时根本就没啥人关注嘛 也没人觉得说他这个是什么预言 反正就是普通的一些话 然后淹没在了茫茫的人海中 2020年的3月份 全球股市呢,因为口罩的问题大跳水 大家都关灯吃面,这谁受得了啊 那很难受的一些网友呢 就上网搜索关于股市的信息 诶,搜着搜着呢,就搜到这个股分0 发现呢,他在2019年12月15号就写了 日清指数在2020年3月暴跌 只有相信他的人才能得救 提前三个月预言了这次的日本股债 所以慢慢就越来越多人关注到 郭芬林那个账号 网友们也发现了他其他的一些预言 比如说,他这个账号第一条的推文写的就是 东京奥运会日本共获得27枚金牌 这是2019年发布的 那个时候东京奥运会都还没开呢 他就已经说出了金牌数 而且日本历史上最好的成绩是16金 他直接给你拉了一个数量级 但是后来的事情咱们也知道了 东京奥运会是推迟的一年 日本也确实是获得了27块金牌 不多不少 说到这个东京奥运会推迟 他也提前预言到了 他在2020年就写道 东京奥运会将在2021年的7月23号正式举行 几月7号都跟你说得很清楚 但是事后也证明他是对的 2019年他也预言 安倍首相将于2020年9月辞职 接替他是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果然在2020年的8月28号 安倍晋三召开记者会 说自己救病复发 要持续首相移植 他的接任者也确实就是菅义伟 但是安倍晋三被刺杀这么严重的事情 郭芬林居然没提 他只说安倍离职 但不管怎么样吧 东京奥运会推迟 日本获得27块金牌 提前三个月预言到股灾 这些预言就让很多人相信郭芬林 他是真正的未来人 在2020年发了这几个预言之后 郭芬林忽然就消失了 其实这些预言只是占他所有推文小部分 更多还是回复网友的问题 等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到了2021年的8月9号 这次都是Q&A 他的回答怎么说呢 有的很准确 有的你就需要有一点的想象力 有人问 有啥食物我们以后是不能吃的呢 他回 蛤蜊 扇贝 牡蜊 在2058年 我们将很难获得无毒的贝类 他的这些话放在当下今天 也确实算是一种预言 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 这些食物啊海鲜也都渐渐不能吃了 而且最近的新闻还提到 日本打算在2024年 继续向海洋排放5.46万吨的核污水 所以以后这些海鲜大家还是少吃不要好 有人问飞行汽车是否已经实际使用了呢 他说飞行汽车已经投入实际使用了 但是用途极限于农村或者是偏远的地方 其实小鹏现在就有在研发飞行汽车 2022年的时候呢 在迪拜就完成了首飞 小鹏的老板何小鹏就说 未来10年飞行汽车一定会来 但是能不能成为主流的话呢就两个说吧 那你说以后一抬头全部都是汽车在天上飞 但那个时候的交通规则该怎么定呢 有人问如果他没办法返回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他说他们之前有制定过一个Plan B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呢 他就会在我们这个世界活到2058年 同时呢他会向他们的团队发送信息 这应该是求助信息吧 所以未来人在咱们这个时代也是可以活得好好的嘛 他要是在咱们这个世界活到2034年的话 那岂不是可以看到自己出生 但是穿越过来的人他没有身份证 吃喝拉撒又在哪里解决呢 还是说穿越过来的不是一个实体的人 而是一段程序什么的 又或者说是一个灵魂 有人问到一个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题 到了2058年有没有发现外星人和外星生命啊 他说在太阳系中是有外星人的 在木星或者土星的卫星中发现的 将来不久咱们就会发现 有人问来到这个时代有啥怀念的东西吗 他说塑料瓶和出租车 说明这两样东西在2058年是没有的 塑料瓶的话那还好说为了环保嘛 但是出租车的话算是公共交通出行的一环吧 又或者说可以和前面的飞行汽车连起来 也就是说大家以后出门都不打出租车了 而是打飞滴 有人问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什么让你觉得惊讶呢 他回教科书对历史的解释和实际是大相径庭的 也就是说他学了个假历史 日本人篡改了教科书 估计要是我们有机会穿越的话 可能也会得出一样的结论吧 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调科书 我是说司马迁的史记 太子公在《词记》中曾提到一个人 烙爱 他是秦始皇的老妈 赵姬的老乡好 司马迁说他的金箍棒能因冠同轮而行天 玉保团也是从这里获得的灵感吧 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情节 所以啊如果也有时光机的话 我也想穿越回去看一看 烙爱的这感上古神器啊 应该要向他好好学习 有人问你说了这么多预言不会改变历史吗 他说我不知道原理 但历史似乎有种自我进化的作用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很奇怪 前面他自己说了他是时光机团队的一员嘛 还是过来还贷款的 他自己说的话会不会改变历史 他应该是知道原理的呀 来到这个世界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他应该心里有数才对 有人问 这位YouTuber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YouTuber呢就是YouTube上的创作者 就像是B站的up主 他说呢 2039年中国将有14亿人可以看到YouTube 所以呢抢占先机非常重要的 2039年那也是15年之后了 也就是说15年之后呢 咱们都可以无障碍的在YouTube上冲浪了 但是真的会有14亿人去看YouTube吗 中国那个时候还有14亿人吗 而且现在短视频是趋势 大家看了更多的可能还是短视频TikTok吧 有人问应该为太空移民做哪些准备呢 2024年因为美国商人通过虚拟币 向火星上的一台探测器进行大额资金转移 在地球上属于很有钱的那些黄金啊 房地产就没办法带到太空中了 所以在太空中建立人类财富的保存方法 是太空移民的关键 他说这个话让人一下就想到马斯克啊 美国人嘛又是虚拟币的 又是探索火星的 全球上的马斯克是独一份啊 毕竟马斯克曾经有计划说 要把100万人收藏火星 而这批人是有去无回的 那在火星要用什么货币呢 难道真的是虚拟币 下一个问题 B站的老板成论应该很高兴哦 继YouTube和TikTok之后呢 下一个大火的视频软件是啥 他说是中国的B站Bilibili YouTube会因为美国的广告监管 广告受到限制 B站用户将会迎来一波爆炸时的增长 但他现在不支持日文 有人问在2058年 比特币的价格是多少 他说一枚比特币是等于7.8亿日元 在那个时代交易所只允许卖 不允许买 现在的7.8亿日元相当于526万美元 而现在一枚比特币的价格呢 4.2万美元 看起来这比特币未来是有 无限大的上涨空间啊 100倍的回报啊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2024年是比特币产量 4年减半的年份之一 所以今年的比特币应该会有一小波行情吧 国分令还回答了很多问题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他的账号还在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未来人的遗址 他说他13年后呢还会回来的 13年后又是条好汉啊 虽然他人从2021年9月28号就消失了 但依然有40几万的网友在关注他 那有的人对他说的话那是生性不一样 甚至称他为史上最真实的未来人 觉得他说的这些预言都在慢慢的发生 可是他真的是未来人吗 他真的有那么神吗 其实都不用咱们分析了 在2021年在国分令预言 日本会获得27块金牌的下面 就有人给他留言 说国分令其实是用了一种方法 还是怎么样呢 推特有个机制非常特别 你可以给你的账号上锁 其他人是看不到的 然后呢 你可以在2019年就把日本获得金牌的数量 从1开始写 比如从1写到99 等奥运会结束之后呢 他知道结果了 再把其他错的删掉 只留下27这个正确的 然后呢 再把他的账号公开解锁 公开的时候呢 他就会显示你是2019年发布的 这样你看起来就像是个预言嘛 还有这条 东京奥运会会推迟到2021年7月23号举行 他也可以用这个操作方法 反正我每个日期我都写一遍 总有一天能中吧 错的我就删了 而且他这条推文是2020年的4月9号才发布的 其实早在2020年的3月24号呢 就有新闻说了 东京奥运会会推迟到2021年 并且是不迟于夏季举行 那更好了 范围更小啦 所以呢 他极有可能是在3月24号看了这条新闻之后呢 然后在4月9号用穷举法 就是每个日期我都写一遍 然后正确日期公布之后呢 就把其他删掉 要是他这条推文是在3月24号之前 或者说早在2019年的时候 他就发布这条推文的话 那他就是真的为爱人了 毕竟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 东京奥运会会延期呀 连东京奥运会都不知道 他要是那个时候能说出来 那是真的厉害 到了2020年4月9号才说的话 那可操作的空间就很大了呀 至于预言安倍要离职 这也不奇怪呀 因为安倍早在2007年就离职过一次 如果经常关注日本政坛的话 对安倍的情况应该是知道的 所以他再次离职 这也算是有迹可寻办 这只能算是推测 你不能说是预言 如果郭芬林要是能说出 安倍有一天会被刺杀 那才是真的牛啊 毕竟离职跟刺杀比起来 这根本就不算什么 刺杀的随机性太强了 可能他也想不到 当然日本是有很多的未来人 都出现在推特上的 什么2058呀 2062呀 2075等等 他们要是真的 那第一个下手肯定就是马斯克啊 毕竟马斯克他是推特老板嘛 他知道他们这些是真的预言 还是说你锁了账户用穷举法 那接下来就说说 我个人对未来人的一些看法吧 这些未来人 2058呀 2062呀 2075呀 他们声称自己是从未来回来的 但是这边就有一个隐性前提 他们认为时间是线性流动的 时间是从过去到未来的 所以他们才称自己为未来人嘛 自从未来回来的 但是时间真的是线性流动了吗 时间是线性的 这只是人类的一种看法而已 咱们现在只是提了个假说 宇宙是由大爆炸而来的 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年 我们把这一个白天一个晚上 命名为一天 对吧 我们叫它时间 那英文还叫Time 虽然命了名 但是并不意味着 咱们就搞懂了时间是什么 它看不见摸不着 它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呢 如果我们的世界没有时间又会怎么样呢 这些问题目前的科学家 物理学家 他们都不清楚也不知道 没办法对时间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当然啦 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是有提到的时空 时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时间和空间不可分割嘛 但是我们这里就不说那么复杂了 我们就单单只说时间 目前人类对时间的认识可能就是 相对性的 就是有快有慢 地球的时间肯定比黑洞旁边的时间要快 黑洞附近的时间肯定流逝的比较慢 古人也说过天上一天地下一年 所以时间究竟是个啥呢 人类其实一点也不知道的 那这边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既然时间是啥 咱们都不清楚 那怎么造时光基因呢 要造时光基因 你就要把时间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结构的弄清楚吧 像说一种病 人类为什么会得这种病 这个病毒有什么结构 它有什么特点 都把这些搞清楚来 才用办法针对这种病 开发有效的治疗药物 假设说这些污染人都是真的 2058 2062 2075这些 那也就是说再过50年左右 咱们就造出了时光基 咱们就把时间它是什么 对吧 它本来面目是什么 时间就像妖怪 它都献出原形了 我们把时间都搞清楚了 那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真的有这么快吗 又或者咱们把常温超导 太空电梯 时光基三个摆在一起看 你觉得哪个是有可能最先发明出来的呢 不管怎么选 你也不会选到时光基吧 另外两个虽然听着像科幻 那这群马目前有谱啊 超导的话那其实已经实现了呀 它有两个很重要的特性 电阻为零加抗磁性 只是说目前的超导 它的成本太高了 你得在外面裹一成液氮 咱们要的是常温常压下的超导 如果那天真的实现的话 那些什么漫山遍野的高压电线 全部都要拆了 车子也变成次旋浮的了 手机也不容易发烫了 以后可能就只要半年充一次电了 共享充电宝的公司也全都倒闭了 而太空电梯的话也提上日程了 日本建筑公司大领主 计划在2050年建成一座太空电梯 计划是从2025年开始建 也就是从明年开始建 它的目的就是把人类 送到距离地面 3.6万公里的太空中 那目前最大的难题 其实是这个梯子材料的问题 就是这个碳纳米管 造不出来那么长 那你说这么一对比 这时光机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点基础理论啊 那你走不能还不会走 你就想要飞吧 所以我个人认为将近50年 或者说将近100年 人类可能都造不出时光机 要造出时光机 肯定要先把时间它是什么 给弄清楚来 最坏一种情况可能就是 人类在灭绝之前 也没能造出时光机 从来都没有什么未来人穿越者 不过也别灰心 也还是有办法的 咱们这边就是开开脑洞 随便聊聊 比如说有一天外星人突然降临 外星人科技肯定比咱们厉害啊 说不定他们能造出时光机 然后他可能大发慈悲 就把时光机借给咱们 咱们就仿着他们的时光机造了一个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没有外星人 只有咱们人类自己 那咱们搞不清楚时间 是因为咱们在三维嘛 你升几个维度 你到五维去 你到六维去 那不就搞清楚了吗 降维打击呀 就好比咱们现在 在看二维的首翻书一样 每一页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站在五维六维 那时间是什么 你一眼就知道了 你还可以随意的掌控它 操控它 向前向后随你玩弄 在三维世界你就是神啊 不过话也说回来 你都成神了 那你也不会care什么时光机了吧 那可能就只是你不想玩的 那在角落里的玩具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